主席各位同仁大家好 现在大家求职不义 尤其是来自乡下渔村的年轻人 到都市里面找不到工作 又想到在家中的联老父母没有人照顾 所以他们都想要回渔村 去一边照顾老人家 一边从事渔业的工作 但是因为我们政府的政策 对我们渔船的顿速 顿速的管制 以及所有渔船的这些总量管制 造成很多年轻人 即使自己有一点钱 想要来建造渔船都不易 所以本席特别提出 希望政府能够用实验性也好 或是用开放性 能够让50吨以下的省能源的渔船 能够让他们在政府的一个政策配合之下 而能够造出 使年轻人有所事业的发展 一面让他们照顾父母 也可以改善渔村的风光 所以是否有当 请政府认真思考 谢谢